嗨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豬肉區史書人生攻擊頻道 我們在這邊跟大家聊聊時事文學跟一堆雜七雜八的東西 最近是雙喜臨門的日子 有兩個開心的訊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就是呢 我拿到10萬訂閱的銀牌了 感謝的話之前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不過請讓我再囉嗦一次 真的很感謝大家有形無形的各種支持 讓文學內容可以在這個影音世界還有一席之地 那我也知道很多老師跟同學把我的頻道當作補充教材 甚至我常常看到同學說這個 暑休跟暑假作業指定要看我們的這個頻道 都非常謝謝喔 那總之也因為大家的關係 所以我已經拿到這個10萬訂閱了 雖然我現在租來的地方沒有辦法再槍上打個洞把它掛起來喔 不過我會好好收藏這塊銀牌喔 之後也請大家多多指教 第二個開心的消息就是我的新小說 以下陣言將被全面否認上市啦 這是我的第五本小說集 應該也是五本小說集裡面 我有自信最好看的一本 這張書好像有點老王賣瓜喔 但是我說的好看其實是我最近四五年在努力的一個方向 我從高中開始學寫作的時候 就是從現代主義 魔幻寫實這些純文學手法開始的 久而久之呢 我就感覺自己被特化成一個奇怪的狀態 一般人覺得越困難的文學技巧 我用起來越得心應手 幾乎像本能一樣 但一般人覺得親切好讀 故事性強的小說 我構思起來反而比較辛苦 因此我最近幾年非常有意識的想要矯正我自己這麼奇怪的狀況 讓自己的技能數可以平衡一點 這過程其實蠻困難的 因為在很多關鍵時刻 我明明可以一個意識流 或一個象徵手法就把它蓋台過去 但卻要逼自己把這些擅長的手法封印起來 好好的把故事寫清楚 在以下正言將被全面否認這本小說裡 我總算做到一個我覺得我自己比較滿意的程度了 為什麼要強調以下正言將被全面否認好看呢 也是因為這本書的主題 是我希望可以跟更多讀者溝通的 一句話講完本書的梗蓋 這本書要寫的就是 如果2047年台海爆發戰爭 各式各樣的台灣人會有什麼樣的遭遇 對我來說台海戰爭是一個非常重要 但至今還沒有充分討論的議題 如果可以我希望可以透過小說來掩飾 跟大家一起想像台海戰爭可能的樣子 如果是我們頻道的老觀眾 應該會記得我早期做過幾支關於軍事議題的影片 之所以會有那些影片 就是因為我常年都在關注台海局勢 也正在構思這部小說 我不是軍事專家 更不是職業軍人 我沒辦法去講真的很深的高科技 什麼飛戰機的構型 雷達反射 雷達的集中坡 這種我講不出來 但作為小說創作者 我認為小說可以幫助我們破除一種無知的恐懼 這是我寫下這本書的動機 什麼叫做無知的恐懼呢 就是說如果你對一件事情毫無概念 腦袋一片空白完全沒有畫面 那你就很容易把這件事想得很可怕 就像一般人從來沒有見過鬼 然後把你丟進一個陰森森的地方 你就自動就會把鬼想得世界恐怖 中國如果攻打台灣 可不可怕呢 當然可怕 這會是極為巨大的災難 但問題是有多可怕呢 具體來說到底是什麼樣子 這是小說可以透過虛構的情節去演示出來的 幫我們演習 甚至做出一點心理準備 除此之外 我也想透過以下正言將會全面否認 探討一些台灣的歷史脈絡和社會議題 在我開始寫這本書沒多久 我就和編輯林英智先生討論過我的小說構想 經過幾番對話 我們有一個很明確的共識 台海戰爭啊 看似是一個中國人vs台灣人的主題 但實際上 因為台灣的歷史脈絡 社會背景認同都很複雜很分歧 所以這更會是一個台灣人vs台灣人的主題 當戰爭不只在遠方 我們會同心一致嗎 如果會 會往哪個方向同心呢 是要戰要合呢 如果不會 又會在什麼地方分歧列變 不管能不能團結 不同身分的台灣人 在戰爭中的經驗又會有什麼不一樣 因此以下正言將被全面否認 會用五個短篇小說 設定一群立場各有衝突的角色 台灣人民解放陣線被忘錄 處理的是台灣人當中的第五重隊 不是因為政治爭吵而被貼上標誌的那種 而是真切覺得自己是為了某種理想 而願意接受中國人民解放軍指揮的第五重隊 何日軍再來處理的是離島人群 媒體戰和戰後規劃的前解放軍 這當然也是一種台灣人嘛 那私人美術館的最後一日 處理戰前戰後的青年平民 他們沒有參戰 但從身體到精神 都會被捲入這場戰爭的後果當中 南方的消息則是回應中華民國的喬生政策 這個怪異的政策在數十年來 招攬了許多國籍不在本國的台灣人啊 而他們在暫時這樣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最後的是鷹廟還是英靈殿 正安宮的前世今生 則以一種報導文學的筆法 虛構一個報導的故事 處理政治宗教民防跟戰爭罪的問題 當然這五篇小說遠遠不足以窮盡 所有台海戰爭當中的台灣人 即便你用身分別譽看啊 都還有很大的抽樣的盲區 比如說因為經濟因素 常年都是特戰部隊的原住民 比如說東南亞中國的外籍配偶新移民 比如說市農工商各階層各職業的人民 或者開戰的那一瞬間人一定還在中國的台商 這些人我都還沒有寫到 因此以下正言將被全面否認 並不是我對這個議題的全部思考 或者應該是比較像是階段性成果 我用小說先搭了一件小小的實驗室 然後做了五組實驗 接下來這座實驗室 應該還能夠嘗試進行更多不同的視角跟思考 而會有第二本第三本我不知道第幾本這樣 這幾年當我告訴身邊的朋友說 我正在寫一本以台海戰爭為主題的小說時 每個人的第一反應幾乎都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會贏嗎 每次遇到這個問題我都會覺得有點難解釋 我可以大方的跟他們說 現實狀況很複雜我不能打包票 不過在我的小說裡 台灣是成功擊退中國的侵略沒有錯 但我想透過小說表達的不是這個 我更在意的事情並不是勝負 我站在台灣的立場 我們其實只有權力求勝的一個選項 這題其實不用問 但一直困在會贏嗎的這個焦慮跟疑惑裡 反而會阻礙我們繼續往下思考 關於台海戰爭的更多問題 我覺得文學更應該思考的不是會贏嗎 而是如何贏如何輸 你願意那樣贏那樣輸嗎 以及輸贏之後呢 勝負只是一個狀態 但我想要討論的其實是勝負周邊的意義 如果戰爭真的發生我們是非贏不可 我們沒有什麼選擇 但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充分思考過代價意義之後 仍然能夠保持堅定意志的決心 就像現在的烏克蘭一樣 我知道這是一個危險的題材 不只是小粉紅跟國內的投降派會抱抱跳 大家應該可以立刻在留言區裡面觀賞到 我猜連文學圈人文知識分子的圈子 恐怕都會對我選擇這個主題而皺美吧 這正是我覺得非邪不可的原因 台灣的文學或更廣義的說 人文的知識分子 在軍事議題上普遍是比較深疏的 如果不說是下意識的排斥跟歧視的話 這對於一個過去數十年受到戰爭威脅 在可見的未來也無法免除威脅的國家來說 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喔 我們的社會裡最有理想的知識分子 竟然集體迴避缺席而不去面對 這個社會最嚴重的挑戰之一 我厭倦了投降派的媚外醜態 我也厭倦了過度有安全感的亢奮叫囂 但我更厭倦的是一提及軍事議題 就立刻皺美貼上極右派標籤的某些知識分子 確實戰爭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一講到戰爭就先說我反戰 先批判他 在道德上也絕對不會有錯 可是啊 道德沒有辦法幫台灣解除威脅 特別是我們面對對手 基本上拒絕一切普世價值之道德觀的 對我而言思索戰爭並不意味著落入好戰的盲動裡面 過去數百年來歷史案例告訴我們 一個國家越是逃避戰爭 越是有可能被戰爭摧毀 反之一個在物質上到精神上都充分武裝起來 並且可以穩重的控制自己力量的社會 反而能夠得到真正的和平 讓我做個跳躍一點的推論 這也許是在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有夠多的作家知識分子 投入軍事議題的思考 是不是就能夠越讓我們的社會 在精神層面獲得穩重控制的武裝呢 反之如果我們的作家跟知識分子 直接以我反戰頓逃開來 或許才是真正將權勢權拱手讓出 讓國家陷入沒有武裝的虛弱 或沒有良心的強衡之極端 以下政言將被全面否認出版的時候 恰好是2022年美國國會議長裴洛西來台 引發中國演訓的第四次台海危機之後 這似乎明明中有某種巧合 但換個角度想 其實此書在任何時間點出版 恐怕都能夠找到冥冥之中的巧合吧 畢竟過於70多年來台灣何時不危機呢 只希望文學思索能夠來得及時 陪伴讀者一起從無法想像會發生什麼事的 無限恐懼中走出來 小說會生會癮我們最擅長的就是給畫面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相信小說可以是一鐵良藥 無知的恐懼它的解方 並不是無知的勇敢 相信我們一定會贏一定會怎麼樣 而是有知覺的覺悟 我們知道會付出什麼代價 但我們還是願意這麼做 台灣是西太平洋上的島鏈之心 在這個意義上 我們或許是最需要 也最能夠有此覺悟的一群人 當然以上這些都是我的創作理念 讀者只需要參考就好 對讀者來說 最重要的還是享受小說裡面的情節 曲折跟人物塑造 如果大家可以在以下陣言 將被全面否認裡面 享受到這些小說的本分 因此建立多一點點對未來的預感 那我就再開心也不過了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開啟小鈴鐺 或加入會員支持我們做更多影片 當然也非常歡迎你參考資訊欄裡面的 以下陣言將被全面否認的購買連結 在閱讀之後告訴我的心得 我們下次見